万圣节临近了 那在泰国曼谷一家刚开业步角的咖啡厅呢 就有推出了一系列的搞怪菜单 那当中就包括了独角兽之血 还有脑浆蛋糕 除了有独特的菜单 店员们更是奇装异服 还配合巫婆的笑声迎接到访的顾客 一起来透过镜头提前感受万圣节的怪异氛围 巫婆邪恶的笑声响起 提示着我们万圣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泰国曼谷这家刚开业不久的咖啡厅 配合着万圣节 把餐厅布置的诡异又新奇 让顾客亲身体验万圣节的诡异氛围 除了店里的布置 他们也推出了一系列搞怪菜单 画面上可以看到很多不同造型的蛋糕 其中就有独角兽之血和脑浆蛋糕 不仅是造型新颖独特 食物的味道更是深得人心 为了贴合主题 店员和到访的顾客都纷纷巧装打扮 有的半城男屋 女屋 小丑等等造型 虽然万圣节在泰国没有广泛庆祝 但由于泰国人对恐怖电影和鬼怪的着迷 导致许多商家在每年的10月31号前 都抓紧商机举办特别活动 来吸引更多顾客到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